這個燒烤店 我們也採檢發現三位的陽性個案 今天指揮中紀也宣布確診 我們在5月16號下午2點 我們就公佈了 這個水果商這個大兒子 他的所有活動的足跡 當然包括他家族 確診個案的所有的足跡 在5月16號的晚上 我們很謝謝我們媒體都有報導 足跡也有在划碼跟功課 有位民眾就看到 5月10號的足跡 它就是這家五星的燒烤店 剛好是在那天晚上的7點到9點 這位民眾發現在7點到9點 他們也在這個燒烤店有家族聚餐 他又發現家裡他的小孩子發燒 發燒日期是5月15 所以是在去燒烤店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地點 5天之後家人發燒 所以他就沒有解決 他就立刻在隔天 就我們公佈了隔天 5月17號下午前往我們的醫院去做採檢 去就診的時候 他也告訴醫師說 他就是有衛生局指揮中心公佈的足跡 醫生評估過之後 馬上全家就做採檢 到了5月18號上午就確診了 其中22個例子就是我們說的這個昌歌班 另外有三個案例是燒烤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足跡最主要還是要拜託大家看一下足跡 因為這個燒烤案例是因為他看到我們公佈的足跡之後 他對了他發現說他有去到這個地方 他就覺得身體剛好有一點點狀況 他就緊急幫你去做檢驗的工作